长行珠宝 百达菲力时间 晚上七点整 欢迎收听矽谷华人电台今天各项晚间节目 真诚面对听众 完整财经资讯 尽在财经天地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欢迎您在周五的晚间七点钟准时收听矽谷华人电台的各项节目 我是周乐 今天是2014年的5月9号 那么我们今天在上半场和下半场的节目呢 都是跟财经有关的 我们在下半场与李佳音做了一个母亲节的特别节目 我们在上半场讨论的是股市 访问到的嘉宾他是投资顾问严继琳博士 首先让我们来欢迎他 严博士你好 周小姐你好 各位听众晚安 母亲节快乐 谢谢你 谢谢 那我也在这个地方呢 祝所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母亲节快乐就是在后天了 我们都觉得有母亲的人是非常幸福的孩子 那希望趁着母亲健在的时候 还在世的时候 都要及时的要孝敬他 因为树欲敬而封不止 我自己的母亲已经不在了 所以我对这方面是特别的有感而发 在今天呢 也有很多好的消息 比如说道琼斯在今天收盘的时候 创下了历史的新高的收盘点数 看一下今天上涨了32.37 收在16583.34 并且一周是上涨了0.43% NASDA今天单日上涨了20.37 收在4078.87 但是一周是下跌了1.26% 在标普500方面上涨了2.85 收市报是1878.48 一周小跌0.14% Russell 2000今天上涨9.81 收在1107.24 但是一周下跌的蛮多的 下跌了1.91% 另外道琼斯的交通股 一周上涨0.27% Utility一周下跌0.78% 在个股方面 今天表现的很好的是Merk 一天上涨1.17% 这个对于一个老牌的制药公司 一天能上涨这么多 也是蛮奇特的 好我们已经把今天 还有本周的盘都跟各位报告过了 那可见得Bayer进场 这大钱还是继续Inflow到 Stock Market Law 严博士 对 现在看起来我们这个liquidity 虽然我们一直一年来一直谈到QE 这个问题 但是好像liquidity liquidity就是资金的意思 在美国的市场 甚至于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市场 还是所谓的pump in这个money 我们可以这样说 整个全世界就在低利的环境之下 那房地产 最近今年有一点slow down 那利息这么低的情况之下 事实上只有往equity上面去堆 然后这个bump的market 事实上也不错 我们可以这样说 这个美股 刚刚周小姐提到这个刀凶子创的新高 那事实上在在这一个欧洲 事实上这一个整个趋势也一直往上的 所以世界上这个钱要找地方去堆 但是也是很难找到好的deal 比如说最近我听说这个加州的这个教师的退休基金 它是全美国公共资金里面大概第二大的 一共有1830几亿 那他的这个CFO他就讲说 美国股市这个五月到十月可能不稳 我们慢慢要找其他的地方来投资 事实上也找不到太好的地方去 那当然美国的债券 美国的股市大概是他堆钱最多的地方 所以等一下我们可以稍微来谈一下 全世界钱往哪里跑 但是基本上资金还是充沛的 哇 钱往哪里跑 对 这个话题的我们要了解 因为我们只有在了解到宏观的 直接的重要的这些讯息 我们才能够知道围观的各个的subtitle 那现在已经进入到五月 如果分三份的话 第一个部分已经结束了 现在还没有看到股市有correction的兆头 当然像Russell显露疲态 然后NASDA也是比较低一点 比较弱一点的一个sector 但是道琼斯一马当先 这个用到这个马字了 已经达到历史的新高点了 这个跟Yellen他是一个纯鸽派的一个形象 还有他每次除了第一次在见公共的场合的媒体记者 说了比较直白的话之后 他学习能力非常强 以后他只要一出来讲话 市场就不再跌了 并且有少小涨的这种局面 他在礼拜三也做了国会的宫听会 也讲了一些话语有哪些重点 市场反应好像不冷不热 不急不缓不上不下 对 Yellen这个礼拜三在国会的这一个 就是众议院的经济委员会里面作证 事实上他提到两点 也就是说现在的risk 就现在我们比较关心 比较有危险性的地方在哪里 第一个当然我们大概可以猜到 就是说geopolitical的tension 就是说这个地缘政治的一些紧张 可能说中国日本也可以 中国菲律宾也可以说 南北韩也可以说 但是最主要他讲到的就是乌克兰的问题 我们大家都知道 第二个我们比较没猜到的 他讲两个 一个就是geopolitical 第二个就是housing market 他看到housing market不好 我们大家事实上里面在湾区 可能还觉得地产很热 事实上在在华府 甚至于洛杉矶 其他纽约啦 还有波士顿 这几个大城市 全美国二十几个大城市来讲 都有slow down的这个这个机向 所以他提出这一点 他要我猜两点的话 第一个我可以猜得出来 第二个他提出housing 既然他看到了 我们就可以就不能忽视他 housing会影响其他 所有很多的这个公商业的 所以这一点他提出来 另外他当然提到 这个所谓的jump market jump market他还是认为说 虽然我们已经 这个失业率已经跌到6.3 但是他也讲得很清楚啦 这个6.3并不表示说 我们失业率一路下跌到最好的情况 很多人已经找工作一两年没找到 他就放弃了 这个也没算在失业率里面 第二个你本来想做full time的 可是你现在只能做part time 这也没算在里面 这也没算在里面 所以耶伦讲得很清楚 有关于这个jump market 他也提出了看法 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说 他提出了一点 我觉得这一点相当重要 他说这个inflation一直维持在二以下 好事情对不对 但是长期这样下来 我们也有一个大的deward 这个deflation这个味道 这样也不好 所以我觉得我给他打分数啦 他的qualification事实上是相当不错 他point out现在我们的一些大问题 那有关于股市跟这个房地产事实上 他说还在我们historic range 也就是说不是太高也不是太低 他给大家一个吃了一个强心剂啦 定心丸 是 对 其实在耶伦他讲的housing的这一方面 如果说全美国其他的地方 像您刚才提出的Washington DC啦 或者是纽约或者是Los Angeles 这两个地方如果说已经有slow down的现象 那么矽谷湾区可以说是房地产是 一房难求还是multiple offer 比比皆是 那这种情况可以说是在全美国是比较 一就是比较独特的一个现象 那我们不得不要考虑到这个跟矽谷 有好多高科技上市公司 真的是有钱的人比较多 但是跟这个地方西海岸居住环境 也比较受到外来的人的欢喜 这个也是造成他一屋难求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那么同时这个也跟在联储局 过去几年来继续的往市场里面注资 这个也是温和的帮助了股市的上涨 当然也跟国债的市场啦 跟股票的市场都有关系 但是如果是太人为化的话 不能反映真实这个大家真的要引以为见 因为我认为2015年可能比较严峻的现象会慢慢显露出来 然后2016年又是总统大选年来了 所以我们真的是随时都是好像踩在冰上面走路一样的感觉 之后呢我们再谈一谈IRS的Commissioner 他在今天在Congress的面前Testify了 那他Testify对政府有什么影响 对我们纳税的人又有什么好的影响呢 对这个新奇法府事实上Congress方面比较热闹一点 欧巴马大概刚从国外回来 不晓得吃了很多烤鸭 还有到东京吃了很贵的撒西米 所以他现在还在休息 但是Congress很忙的 耶人在那里作证 还有这个IRS的Commissioner也到这一个国会里面作证 最主要他是叫说我们国会给他cut 差不多526个Million 也就是说5亿多 然后他的估计是今年因为他cut budget 所以就导致于对他催账 或者是做这个查账方面的这个力道就比较差了一点 所以他说今年整个国家的收入大概会少了3个Billion 也就是说30亿 那这一个对整个国家的这个budget来讲 当然是坏消息 可是对一些taxpayer可能是好消息 他说今年我们查账会少了10万个查账 所以在这方面可能怕查账的人这个被查的机会又小了一点 也许这是好消息 所以因为他们的budget cut 所以要做field auditor的人数也会被cut 对对 所以他本来如果说要查多少账 现在大概少了5% 也就是说大概10万个本来要查的 今年因为人手不够这个钱不够就少查10万个账 那这个是从2014年effective immediately? 大概这个就是从4月15号以后 也就是说查2013、2011的账来看的话 通常这个查账 现在4月15号以后查的账就是2013年3年嘛 2013、1211的账 那钱少了人手少了 然后他的这个查账的这个速度数率就比较差一点 哎呀OK 其实这个好 这个tax事情我们打下 画一个休止符我们先放在这个地方 好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在市场中比较红火的merc 一天是上涨了 merc今天还上涨的蛮多的 但是他已经是在5月初连续下跌 从60块钱一直跌到现在的55块2毛4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他所属的sector 还有他各股所看起来代表的情况好吗 对这个healthcare 他是属于我们传统的所谓的healthcare 他本身像merc这个phizer这个 因为他在差不多十多年前 他的pipeline pipeline就是说他新要出来的这一个 这一条管线 pipeline就非常干解 所以从这个2000年一直到差不多过十年之间 他们这个股票表现是相当差的 因为就是pipeline估绝就影响他的revenue 那他现在这些事情都pick up了 所以这一两年事实上 merc和phizer他表现是相当不错的 那直到最近才开始下来 开始下来可能是他住错了房子 他就躲在这一个所谓的healthcare里面 然后再加上最近的这一个biotech biotech事实上他切身未明 不晓得是tech还是bio还是healthcare的 他受这一个族群的这一个影响 所以下来当然也许他们这个group已经找到底了 所以我们说投资股票 你不管公司怎么样好坏 这个sector非常非常重要 你好公司在坏的sector 或者是坏公司在好的sector 都影响他自己很大 sector影响这个股票上下 大概是占五成的公里以上的 好的 那么听众朋友您打电话进来问的股票 我都听到了 那还有朋友问facebook等等 好的我们看今天还有多少时间 可以来回答您的问题 但是您按照顺序呢 我还是会尽量利用我们今天有限的时间 在母亲节的前夕请教 颜博士在空中替您解答 6509682000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就回来 颜基林博士有法学和财经背景 35年来经验股市投资 潜心专研股票投资心理 与技术上价格行为 经常奔走美国各大城市的金融商圈 演讲及教授股市投资心理 技术分析的投资官 深受欢迎 人称颜老师 将于5月17号 周六来细鼓教课 全天课程包括 1.技术分析课程 基础精华启蒙 2.股票齐全认知与应用 解释齐全契约及操作基本人士 折扣价350元 报名付费 查询电话650-968-2000 分析103 矽谷华人电台各项节目 除了在svcmedia.net 网站重复收听以外 我们的节目也放在 Facebook YouTube 以及新浪微博中 您只要搜寻SVCmedia 或是矽谷华人传播公司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 让您随时随地 都可以享受SVC 江宇应教授把儿女送入长春藤大学 又创办长春藤指导 将自己多年的入学辅导知识和经验 帮助了很多华人子女 进入了梦寐以求的名校 长春藤指导的SAT奇异突击法 神速突破SAT 使学生的SAT成绩猛增300分 长春藤指导负责大学申请的全部过程 江教授是美国国家大学 入学辅导委员会资深会员 也是美国大学董事会的SAT 作为月券人 要进长春藤 请找江教授 408-982-3425 982-3425 孩子与家人对我来说是一生中最重要的事 他们的幸福是我最大的财富 给予他们一个温馨舒适的家 是我追求的目标 让我们共同祝您实现您的梦想与追求 LongOnTime.com Andreux B Cindy流 为您精心办理最适合您的房地产贷款 信用及利率的保证 让您安心享受家的乐趣 请电408-306-6688 408-781-8898 朋友 2000年的金融危机 让您10年的投资成长损失殆尽 好不容易有些起色回涨到08年 短短半年的金融海啸 就让您再次跌回原点 如今牛市已经七年之痒 注定要来 但不其而知的下次金融海啸后 您会再次受害呢 还是仅勉强逃过一劫 为什么不选择做一个彻底的胜利者呢 怎么做呢 07年底 我们的一场爱心关怀讲座 让上千家庭 避免了08年的金融浩劫 今天您愿意提前聆听 我们及时的嘱咐吗 欢迎参加 英图财富投资 时局警示讲座 题目是 未雨绳筹谋 如何稳操胜券 与下次金融海啸 5月18日 星期天上午10点和下午2点 报名 intowealth.com intowealth 进入财富 货电408-586-9969-586-9969 亲爱的听众朋友 欢迎回来 颜博士你好 座秀姐你好 好 现在还有一个我认为比较重要的事情要来跟大家宣布 就是我们的网站呢 在4月22号被一个国际知名的网站骇客入侵 那么原因呢 并且我们已经找到这个骇客 他是一个国际知名人士 他是一个从土耳其这个地方发过来的 我们抢修了 已经把它restore了三次 但是因为扫得不干净 所以网站还是不能够正常的运行 对这一点呢 我个人觉得非常沮丧 因此呢 我们就派了第二个专业 就是专门修复网站的团队 那么从昨天开始 正在尽量抢修之中 这个事情呢 给所有的投资朋友 还有给远地的 不能够用传统的收音机收听节目的朋友 造成很多的不便 并且对于想要报名 严吉林博士 在下周六来上课的朋友 只能用电话的方式报名 我们深感歉意 并且我们也对这种无聊骇客的动作 觉得非常的无奈 也非常的正义的谴责 希望能够在越短的时间 把它恢复越好 还有朋友们要来报名 那么就用电话的方式 或者是电邮的方式 电话是650-968-2000 分机103 这个报名的方式 除了电话 还有一个email 就是svcmedia usaatgmail.com 课程是在5月17号 就是在下个礼拜六 地点是在Mupitas的Kron Plaza Hotel的二楼 Corbell Room 非常的舒适 并且这是一天的课程 教材也非常多 现在还有一个礼拜的时间 还是可以来报名的 那严博士 我想再度麻烦您 再介绍一下这个课程 上午包括什么 下午包括什么好吗 谢谢您 对大概我们上午三个小时是讲这个技术分析 然后下午三个小时是讲这个提前option 那我们知道这一段时间 如果大家对市场不是很有信心的话呢 当然我们就充实自己学一些东西 我想这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机会 我们知道这个技术分析背后的这个心理因素 终究是你投资成功与否的一个很大的这个因素 那虽然只有三个小时 我是认为这样子啦 三个小时你说够不够 事实上也够 我们的功夫 你可以学三天三夜的技术分析 但是三个小时的时间 我也希望让大家够 我们功夫能够好好的学到手 并不一定要学得满满的 比如说你身上戴十个手表 你永远不知道现在是几点 戴一个手表让它准一点 就行了 所以这是我设计这一个课程的一个目的 那时间过得很快 我们一直说说说 下个礼拜这个时候 我就会到三号岁 期待礼拜六跟大家见面 是的 在上午的三个小时是讲技术分析 但是并不是那么单纯的 而是由浅入深 学完了以后呢 除了单纯的看图表 还有对于大盘的心理市场的情况 最重要的是要能够配合自己最好的心态 做出最好的决定 那下午呢是讲齐全的操作 我刚才忘了告诉大家 那么我们决定呢 跟严吉林博士商量的结果 那严吉林博士呢也建议 既然网站用的最近不大方便 那就把这个discount的学费的时间 一直延续到上课日 所以都是维持在350块钱的一天的学费 欢迎大家热烈踊跃的来报名 6509682000分析103 好的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 在最近的一波持续下跌中 也就是从2014年开始 有很多在过去两年的high flyer 都中见下马 那这些high flyer呢 有的是生化股 有的是高科技股 好像都已经慢慢在逐底 除了一些没有赚钱的公司 好像逐底反弹的这个现象出现 这是代表好现象咯 严博士 对我们现在是这样子 前一阵子的这个下跌 最主要大部分是在high flyer 不一定是tech 因为你如果从整个tech来看 你看XLK 就是technology的一个sector的指数 XLK并没有不好 它的图形还相当好 那崩下来就是所谓的tech里面 或者甚至于biotech里面的 这个high flyer 那这样下来以后怎么办 因为现在我认为它已经在造底 因为你一阵子跌下来 不管是10% 20% 30% 它在造底 造底不是一个event 不是一个事件 而是一个程序 现在在走这个程序 所以你在看造底的股票的话 你看资金的流动 也就是说你读各家的图形 大概可以看得出来 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它跌下来 已经就是说死亡交叉 或这个图形已经变成邪形的 那个你就不要去动它 比如说Amazon跟event 这个暂时你就不要动它 那比如说Facebook的话 它在造底情况之下 好像走得蛮好的 所以在最后我们大家多用心 整个市场是不错的 就是high fryer下沙资金在rotate 我们牛市还是会继续走的 Facebook刚刚好也是我们听众朋友 问到的一支股票 它已经做了三个底的这个情况 并且它自从在四月初以来到现在 一直是在62块半到55块之间 非常整齐的一个区间的盘整 并且我要再加一句 现在其实是挑对了齐权 能够买或者是卖这个put 或者是call的这种齐权 很容易赚到钱的一个方法 但是呢有些人技术很高明 但是真正实际去操作 又不见得成功 这个心态在自己的技术上面 到底play了多少的因素 如何控制自己的心态 事实上我们人类这一个 有这个情绪的啦 那我们把情绪拿掉的话 也就是说要战胜你自己的心理的discipline 还有这个各方面 我们与生俱来的心理上的这个问题 那你只有靠技术分析去fix它 技术分析加上心理的操作来fix它 你才能够有一个 我们建立一个所谓的discipline discipline建立出来以后 你才能够在这个市场 一直在这个市场里面 keep on fighting 而且能够达到成功的效果 OK要有原则 那也就是说自己的理性感性不要发挥的太厉害 而是自己给自己的原则设好了 就是这样做 有的时候要像一个robot一样 对不对 最好像一个婴儿或是像一条小狗好了 像一个婴儿我了解 小狗的话是跟人类的差别 在trade的成功方面 它有哪一些优势战胜人类 就是说你不要是人 事实上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子 只要你是人的话 你99%你都会输 那不是人的话大概就是动物了 啊明白了 就是在有一些时候不要做人 反而股票做得更好 OK apply material AMAT 听众朋友在问 这个呢也看起来是从4月半开始 就在一个区域间19块半 一直到18块之间晃荡 今天是19块三毛一 听众朋友想要知道它未来的走势 未来一个月的走势 这个形式相当好的 它一直站在这一个19块左右 它现在在造底 当然前面21块钱有一个阻力 但是这一个我想下面的risk 是相当受限制的 哦好 Qualcomm QCOM 它是一个持续上升型吗 怎么来解读它 79块半是它今天的价格 事实上这个Qualcomm 一直一两年来是一个美女型 所以我们这个股票 它就顺着它继续走上去 它fundamental也有它相当的优势存在 哦好 下面一个是Tiffany TIF 它在本周初呢 是受到两家证券公司的吹捧 结果果然把它给吹上去了 捧上去了 今天是89块三毛六 但是它的历史新高点 是在三月份的几乎95块 94块半 对它这个可能走trading range 因为它Tiffany是属于consumer discretionary 那它暂时受到有一些压力 但是它还是走channel 走这个管道 大概就是说93 93多到82.5中间走channel 这个相当明显的 好 Housing 整个的Housing的sector 是下面一位听众朋友要问到的 他注意到Builder的股票 最近都走得步怎么样 对我们知道这个Housing 最近slow down 那它这个表现就是这样子 那我想这个股票你没有的话 有的话你hold住 没有的话暂时避免 我们让它有什么出头的时候 我们再进去 可能你的资金会比较有效益 OK 哇 很简洁 很爽快 XOM就是ExxonMobil 今天是101块九毛五 现在在零售的油价又涨高了起来 ExxonMobil的股市如何呢 对最近这个 这个Energy的股市 整个sector来讲 它这几天跌下来 三天前开始跌之前 还是创新高的 所以是在这个好的族群里面 然后它又有Dividend Year 然后这个5月到10月 这一段不稳定的时间 它还是属于比较健康安全的股票 所以钱往后五六个月 PAC在哪里是没错的 好 那么这个整个的市场 现在道琼斯是走他自己的路 那么NASDAQ呢 还Russell 2000是走另外一种路 从现在一直往后看 看到六月底 我们要关心什么 要注意什么 对 我们最头痛的问题就在这里 道琼斯今天还在创新高 NASDAQ在这个守四千 万一他四千失守 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所以这两个分开来 将来呢 是NASDAQ回归跟道一起去攀高峰呢 还是跟1983 84年一样 NASDAQ比刀用时先崩了六个月 然后再整个把市场带下来 短期间带下来 这个我们必须观察这几个指数 详细看他 然后看这个几个sector的rotation 到底是怎么样 但是我还是比较偏向于NASDAQ会跟道琼一样 在这个Summer以后一起去判高峰 OK 好的 听众朋友 严博士将要在下个礼拜六前来矽谷弯曲授课 好难得经过了十年之后第一次来正式的来教课 希望大家能够尽量的把握住机会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请致电6509682000分机103 今天的节目时间已到非常感谢你严博士 我们下个礼拜六在矽谷相见咯 好谢谢大家 各位晚安 是的 拜拜 好的 听众朋友 在这个地方再度给您说一声母亲节快乐 我们现在进一段广告 之后来听听看李佳音小姐跟我做的一个 理财赚钱与女人和妈妈之间的关系 马上回来 房屋市场太无妙 一会儿多的卖不掉 一会儿生怕抢到 本公司买屋卖屋期贷款 利盈两体才一 打准手机 买得低 买得高 贷款做得快又好 整权 水星 梦里香 金蒜子买无买无几代款 一步到位买卖 这期是贷款开启 真可谓 贷款做得好 全名数学呢 买无买无妙 金蒜子出奇招 惠敏博士毕业于清华 迪比斯大博 变导成算过目 相亦加州 510353 0855 或君迪龙.com查询 好生美股 美股第一免费电邮提醒 专注美股小盘股投资 百分之百免费 家居股 自提醒后上涨百分之一百二十五 娱乐概念股 自提醒后上涨百分之四百 提醒股 少而今 网站注册 www.autionstock.com alshpnstock.com 提醒金蒸道苗 编辑端信stock到37284 免费热线电话 1800958856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Coleville Banker地产经纪 Alice Wang 我的团队多次组织中国看房团 拥有众多高端房产现金买家 如果你打算卖房 寻找listing agent 请找我 同时我们office有超过50个listing 如果您打算买房 我会为您拿到最好的价钱 我是Alice Wang 我的电话是5103053568 5103053568 昌星珠宝新店隆重开幕 近万尺展厅 是您购买顶级珠宝钟表的最佳选择 全新昌星CH Premier 就在圣河西Westfield Valley Fair购物中心内 Prada旁边 电话408-983-2688 呈邀您何家利临 朋友 2000年的金融危机 让您10年的投资成长损失殆尽 好不容易有些起色回涨到08年 短短半年的金融海啸 就让您再次跌回原点 如今牛市已经七年之痒 注定要来 但不其而知的下次金融海啸后 您会再次受害呢 还是仅勉强逃过一劫 为什么不选择做一个彻底的胜利者呢 怎么做呢 07年底 我们的一场爱心关怀讲座 让上千家庭避免了08年的金融浩劫 今天您愿意提前聆听我们及时的嘱咐吗 欢迎参加英图财富投资时局警示讲座 题目是未雨绸缪 如何稳操胜券 与下次金融海啸 5月18日星期天上午10点和下午2点 报名intowealth.com intowealth 进入财富 获电408-586-9969 586-9969 严继林博士有法学与财经的背景 以商人的身份投入股市 35年以来经研股票投资 处以财务经济等基本面为主 过去30年则前新专员股票投资的心理 与技术上的价格行为 经常与美国各大城市的金融商圈演讲 教授股市投资心理 技术分析的投资官 深受欢迎 人称严老师 将于5月17号前来矽谷授课 全天课程包括 一 技术分析课程 30多年的经验中筛选与调整后的心得 实乃成败的关键 二 股票齐全的认知与运用 解释齐全契约及操作基本认识 5月17号周六上午9点到下午4点 折扣价350元 报名查询电话650-968-2000 分机103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 欢迎回到矽谷华人电台 在周五晚间的节目 现在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 她有非常多的身份 她身为职业女性 也是身为一个母亲的李佳音小姐 佳音你好 佐勒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在做完这个节目之后呢 在礼拜天就是母亲节了 首先要祝你母亲节快乐 你也是一样的也祝你母亲节快乐 佳音我记得从两年前的母亲节开始 我们就有一系列的合作 在讲座方面啦 还有在电视电台节目 都是围绕着这个女人要做的 怎么样这一辈子才会活得滋润 活得光彩 活得快乐 活得独立 活得幸福 对我们连续两年都有母亲节特别讲座 讲座的题目是女人一定要有钱 我们在讲座里面也跟大家分享如何做个快乐 自信有魅力的女人 然后我们也强调呢 女人是家庭的动力 也是成功男人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 所以我们每一次讲座都来了非常非常多的妈妈 也都是满座 对老美常常喜欢讲一句话就是 When there's a happy mom There's a happy family 所以这个女人在家里面实际上是一个举足轻重 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 我们在这边再次的为这些母亲呼吁 祝各位母亲节快乐 那也有人说在家里面 这个男人是头女人是脖子 所以的话要左转右转 女人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好贴欠 刚才您第一个就说到了女人一定要有钱 也说了好几个很好的特质 如果一个女人没有钱 是不是就没有这些快乐了呢 也不能这样说 但是大部分的情况呢 如果说你自己能够做成一个经济独立的话 当然呢你在很多方面就会让你越来越有魅力 因为独立本身这个character是能够让人是有魅力的 当然这个独立方面除了讲经济还有感情还有思想 我们常常就会说我每次回台湾我妈说身上有没有钱呢 说人是英雄钱是胆 不然走出去逛街看一样东西手都不敢去把它拿起来看看 说实在钱是很重要的 台湾现在说实在也有也有个magazine就叫做女人要有钱 哦这样子 是是然后我我有定那个杂志来看啊 然后里面都是一些非常成功的女性 而且都非常的年轻 年轻妈妈哎呦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很难干 他们都有很大的目标说在几岁之前他一定要赚到第一个一百万或是一千万 然后就把他们的成功故事在里面分享 我们都知道了嫁给没钱的是辛苦 嫁给有钱的人有可能是痛苦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做个伸手牌的话 你每一次手伸出去 我不晓得各位的感觉是什么 这个颜面从何放 就会觉得说好像我没有做什么contribution 可是我老是在伸手当然说实在做母亲做妻子有没有contribution 当然有并且非常大 对但那个东西要几乎是看不见的 你就觉得好像家里每天都应该干干净净 可是你都不知道有多少人在那边收拾整理 对不对 对尤其是碰到这种情况是一个全职的家庭主妇的时候 除非您的老公非常了解自己 或者是自己的孩子也很了解自己的辛苦 否则最亲近的老公还有孩子说那么几句话 或者给你那个表情看啊 这个真是痛苦 对我听过很多很多朋友说过同样的一句话 都是他先生说出来的 他先生很累很累从公司回来 家里乱七八糟 他说你整天在家里干什么 可是你知道光是要养小孩每天接送 有一个妈妈跟我讲说 他的garage一天open close16次 哇那个接接送送真的是很辛苦 换先生来接送看看 对一天都受不了 尤其夏天那个暑期班啊 什么什么真的说实在那个辛苦是看不见的 真的我们现在再次要呼吁伟大的母亲 真的是常常做一些人家都不太appreciate的事情 如果说我们今天当然是财经节目 我们讲钱 说婚姻是以对方有钱或没钱做幸福不幸福的时候呢 最后呢都是会不快乐 为什么呢 因为你把你的人生压住在别人的身上 你就以为说我们会永远相爱 等到有一天这个钱没有了 怎么办 是不是 或者是有一天有一些事情发生 变成你把你人生的住都压在这个人的身上 单一的原因消失了 那真的也很完蛋 然后有时候人家说这贵妇多好啊 住在这么漂亮的豪宅里面都不用上班 但是你有没有想到他拿人手段 他每天可能出入并不自由 对不对 可能这个大家族要看他的形象怎么样 你又不能这样 又不能那样 所以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局限的 我还听说过有这个富豪有场合参加的时候 就把他自己拥有的这么漂亮的珠宝给他的女伴带一带 the moment一回家 马上要拖下来 他要锁到自己的保险箱里面 我这是第一次听到 但是我觉得非常有可能性 真的 我相信 就是一个发生在香港的钻石王老五 哇这个真的是 你看这个怎么说呢 把人生攀附在别人身上 说实在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投资 对不可靠的投资啦 对 所以呢 真的是要懂得怎么样爱自己 怎么样尊重自己 这样人家别人才会爱你 才会尊重你 所以我们在一再强调要做一个独立 而且让你自己更有魅力的女人 要你自己有快乐又有自信 所以呢 我们这么多女生呢 大家都知道是没有贫穷的口袋 只有贫穷的脑袋 所以大家要想一想 哎呀我要怎么样 可以变成又有自信 又能够独立 我们在前面两次的讲座哈 我都把女人分成为五大种 五大种其实就是按照他的 现在的身份的status 对了 但这个status呢 都有一个是不会排除的 就是说他可能都是妈妈 嗯 那我们讲的第一种呢 就是呃是一个寡妇 那第二种呢 是离婚的女人 嗯 第三种是上班族 第四种是就是家庭主妇 嗯 那第五种就是单身贵族 呀刚才第一个前提呢 就是说这五种status的女性都可能是妈妈 那听到第五个single 那当然single也可能是有孩子啦 哦当然现在有很多single他不要结婚 但他要孩子 嗯对 所以这个当然也有可能 那为什么通常你分为这五大类 已经是把女生全部的种类都已经包括在里面了 有的时候身份可以重叠的哦 重叠而且还会有transition 就是从一种变成另外一种 你single可能结婚 结婚可能离婚 离婚可能变成widow 可能这这这几种通通都在上班的 并且也可能做过housewife对吧 也可能是一个working woman 也可能是working woman 后来又变成一个housewife 如果说五种status都经过了 这个人生实在太丰富哦 对但是每当你有这种transition的时候 从一种变成另外一种你一定要做一个financial review 好我们先从第一种是寡妇的话 如果寡妇的话你马上要去看一看 你是不是可以领取你前夫的social security啊 death benefit啊 还有你的过世的丈夫在公司里面有没有pension啊 还有他自己有没有set IRA 还有41K啊 还有他的房子啊 他的银行这些东西通通都要知道 还有你的小孩子呢 如果是年龄啊不到18岁的子女呢 还有政府有很多很多的津贴 你也必须要晓得 这个不是不会发生的 因为44.3%的女人都是在65岁的时候变成寡妇 哇对 有感而发 对真的是不晓得什么是时候会发生 第二种呢我们讲离婚的女人啊 这种人就更多了 这个比较复杂一点啊 但是呢很多这些妈妈也是要知道 那通常在美国这个维持十年以上就叫做long term marriage long term marriage你就可以拿很多很多的benefit 你知道这个tom kuz跟nico colman 他差两个礼拜到十年 哇 结果nico少分了2000万美金 那如果说普通的人的话就是social security 你要是marriage没有维持在十年以上的话 你就拿不到前夫一半的social security 他们一定没有听我们今天的演讲 否则就撑到十年以上在 人也要忍过去 真的有什么不好忍的呢 说不定tom kuz更胜一筹 他就故意在没满十年之前final这个divorce 对那如果说这个太太再婚的话 即使说前面的婚姻是已经超过十年了 是long term marriage的话 他也是不能拿前夫的 因为你现在有了新的丈夫 就是要cording to你新的丈夫的收入了 no wonder很多人就交朋友而不结婚 这个很这个 你要第二次婚姻 结婚之前 人家说每个人都带了一个算盘 这真的是要算得很清楚 不要最后连最起码的government 这个sual security就拿不到了 或是砍掉很多很多就划不来了 这也是应该算算的啦 对对对 当然啦还有你的IRA 401k啊 因为加州是community property的law 所以你理论上你是可以拿到一半 另外的pension就是如果从前在大的公司里面 就会有个叫做quadra 那quadra也是理论上你是可以拿到一半的 所以但是这些东西都是要在quad paper上写清楚的 那这些都是母亲需要知道的事情 那其他一种最commonly所见到的就是 典型的家庭主妇 我有一天中午有什么事情必须要出去 结果啊 佳音小姐你知道 我才发觉有这么多的中国的女性 看起来年纪都不是很大 她们中午都在外面吃饭 都在外面活动 她们都没有上班呢 对啊 她们都是一些housewife耶 是啊是啊 我看了我觉得她们好幸福哦 对啊有的时候我百姓去做运动也是好多 挤的满满的通通都是housewife 哎哟哈哈 对这个幸福不幸福 不知道啦看起来很幸福啦 我还以为你要说幸福不幸福 是看你是不是housewife来决定 如果是housewife就比较幸福一点 嗯我觉得也不能这样子讲 那是因为我就跟每个人的个性有的是不一样 有些人觉得在家里面待得住 有些人在家里面待不住 他一定要有 我举手我待不住 一定要有一个事业 其实我很羡慕在家里面待得住的人 看样子你也是在家待不住的人 嗯对 但是也不见得一定要上班 做volunteer work也可以 我比较喜欢接触不同的人这样子 那你讲家庭妇女 我们就讲家庭妇女好了 那家庭妇女基本上是指没有income的 没有income的话 那当然所有security像我刚刚讲一下 是可以拿到先生的一半 因为如果说long-term marriage的话 但是你的401k啊 IRA的账户 你如果放在variable annuity里面 可以变成一个join account 也就是说等到养老的时候呢 是养两条命 嗯懂吧 就等于说用你先生的401k来养老 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那有些很爱太太的先生 就会到我办公室里开这种join account 用他401k来roll over 然后来开 这样子自己如果过世的话 太太也有个照顾 你觉得母亲节快到了 深爱自己太太是一个housewife的这个丈夫的话 他怎么样来显示他的爱 像我昨天到昌星去拍电视 我就看到一个中国的男子 在那个地方很仔细的 从三个肖邦表里面再挑一只 最后他是买了 因为他在那边耽搁了很久的时间 最后呢我就看到店员 他送他出去 我就让他买了 是这种比较爱呢 还是把他的后半辈子的钱都安排好比较爱 我觉得是把后半辈子的钱都安排好比较爱 我猜你又猜错了 我以为你说两者都要 在我爸爸过世的时候 我妈妈就问他说 你有没有足够的钱让我养老 因为我妈妈没有上过班 所以在那个moment 我觉得这个金银珠宝当然很好 女人很喜欢 但是到了某一个程度 你说每年送每年送 送了五十年六十年 已经这么多 他手指头也戴不住了 对不对 那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退休plan 是对他比较practical的 比较重要的 所以这些先生可以想一想 这个母亲节是不是要 给太太送一个好一点的礼物 让他以后养老无忧 Yeah either or 一定要有一些行动 对 那我们现在讲讲上班族 那上班族呢 当然是经济独立啦 那很多东西都比较flexible 当然social security 你是可以选择拿丈夫的一半 或者自己的百分之百 你可以比较一下 我们这边戏骨 很多女生都非常优秀 这个income都很高 或许自己的social security 超过先生的一半数字 所以的话 这是你可以稍微比较一下 然后呢 至于Aira跟401k 我是提醒再提醒 一定要多存 你这样子可以省税 也是将来 不用依靠别人 就可以自己养老的 那我们最后一个是单身贵族 单身贵族 我要千万要跟大家讲 不要寻情 因为我常常看报纸上 这个情人两个人去寻情 最后都是女的死了 男的还活着 所以女生一定要坚强 一定要坚强 女生通常是非常感情用事的 但是 太感情用事 要比男生 跟男生比起来 是比较感情用事 所以在这边 一定要真的是 你自己要独立 以前的单身贵族 都不喜欢买life insurance 但是现在life insurance 不一样 有一些这生前利益 生前就可以使用了 比如long time care 这些东西 等到你自己老了 病了 行动不便的时候 至少有赔赏的方式 钱可以拿出来 你用赔赏 才可以拿到 最大最大的 这个ray of return 你所有放进去的 premium才值得 所以的话 这样子你也可以 不用靠别人 所以单身 没有什么不好 你单身的话 你自己有一个 独立的经济的话 你要干什么 就干什么 所以的话呢 自己就把自己 养老计划给做好 好 嘉一 我们讲到这个地方 先进一段广告 之后马上就回来 加音理财 理财加音 省税策略 终身收入 生前利益 人寿保险 医疗保险 长期护理 投资型年金 最低保证利率7% 请致电408 839-8596 839-8596 www.golili.com Transe Pacific 泛亚财务保险公司 是全美华人最大的受险 和年金的General Agency 代理超过30家知名保险公司 在全美有超过1000名保险经纪 公司总部位于Arcadia 并于City of Industry Torrance San Jose 及Las Vegas 皆有分公司 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专业的培训 及高用金 泛亚一定可以让您的事业 再创高峰 欢迎保险经纪加入我们的团队 电话888 831-8868 Frank Liu 加州第一 全美第一 28年房地产专家 经验丰富 业务范围包括 住宅 商业地产 投资房 写字楼 购物中心 酒庄 国内及境外投资人士 需要咨询 请致电Frank Liu 408-313-2688 预约一对一面谈 或电邮至Frank.Liu88 at Yahoo.com 华夏嘉景地产学院 华人民校 最新精准考题 并有实务训练 创下湾区最高录取率 以及最佳学生评语 我们还提供超低贷款利息 保证最低 同时卖屋优惠 保证一个月 卖掉您的房子 并免费Staging 扩大营业 成真地产 贷款经济 分成优惠 报名热线408-621-9920 621-9920 或上网 www.goodvillerealti.com 同时我们有银行屋 短售屋 法拍屋讲座 听众朋友 欢迎回来 祝大家母亲节愉快 嘉一你好 周伦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现在已经过了四月 现在已经正式进入五月了 您会不会觉得 2013年缴的税太多了 能够节税的项目太少吗 是不是觉得自己没有从长就记忆 让自己2013年的税缴的这么多 省税的数字呢 不理想 严税的方案也不够好 如果2013年送给国税局太多的钞票 不如从长记忆 好好的为2014年来盘算一下 一切都还来得及 如果再等等 2014年底到了 您就真的来不及了 如果能够计算降低收入税 少缴税多存钱 存下来的钱 又有没有保证利率回报 如果退休以后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这样有多好啊 嘉一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方法 答案是什么 当然有了 那我们现在就以不同的 income level来分析 通常上班族他拿了W2的话 他是一翻两瞪眼 他就是缴了这么多的税 所以我就只能跟你讲说 你的41K一定要存到maximum 今年应该是一万七多少多少 还有年纪大一点 能可以做cash up 然后你离职之后 千万不要roll over的新公司 Why not 因为呢你把它roll out出来 变成roll over Aira外面有数以千计的好产品 你都可以去做 因为在一个公司里面 41K他非常非常的limited 所以你要千万不要做这件事 至于说1099income的人 譬如说你是real estate broker 你是software的consultant 你是一个contractor 或是在家上班 或是自由业的 你每年呢 你赚进来的income有四分之一 可以放到SAP IRA里面 那SAP IRA的上限是比401K多很多 他的上限是52,000 一年是52,000 意思就是说你赚22万的话 你四分之一的income通通可以减税 存到SAP通通都不算你的income 这样子你的income马上就reduce下来 变成只有17万 这个是SAP IRA 对但是你说哎呀 这个还是省税省得不够 我还是要交17万的税 那还有一个方法呢 有吗 有就是做define benefit DDP 对define benefit plan 对或是那个profit sharing plan 那我现在有一个例子呢 就是有一个software engineer呢 他原先也是年薪20万 现在变成30万 30万他这个52,000存的SAP 实在是存的不够 所以他就来找我 我们家营里才有一个精算石 又准又快又便宜又好 他两天就把它计算出来了 计算出来他30万 他有15万可以存到 他的define benefit 哎呀一半的都可以存 对那就说他的income就变成只有15万了 对不对 好那你说这个存下来 define benefit 15万做什么呢 他这个钱是税前 他可以买life insurance 这是唯一的方法 就是用税前的钱买life insurance 如果说他有员工的话 也可以帮员工买 这样子你员工忠诚度就很高 他就不会走 对 然后呢 你也是在里面可以加上long-term care 好你这些benefit都给你的员工 然后呢 员工如果到国外上班 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也可以cover 这都long-term care里面cover的 那另外呢还可以做退休计划 就是买variable annuity variable annuity 现在仍旧还有每年锁定最高点 和7%的保护网 像去年的股票市场这么好 我的每个客人都赚24% 所以24跟7比起来 就锁定24% 当然是24%好了 对对那我看了一下 每10年差不多是有7年 都是在7%以上的 只有三年 每10年当中只有三年 才会需要用这个7%的保护网 那所以呢 这个product可以叫你年年保本升值 永远不会为退休担心 而且你这好不容易精算师 算出来省税的钱 你也不会赔掉玩掉 等到退休的时候 你就有一大笔的钱可以拿 所以的话 以这个人来讲的话 5年至少accumulate一个million的本金 10年至少两个million 那还不算他赚的钱 那10年double 这个这是非常容易的 那所以的话 那由于年年的年税增长 你每年也可以多存 所以为什么精算师每年要算 因为你每年增加一税 每年也可能会多赚 所以你每年又可以多放 但是你就永远都不用担心 这些多缴税的问题 所以define benefit plan 是适合1099的人做的 这样我就刚刚就讲了 对W2的人是最惨的 他是一翻两瞪眼 对我们现在这个1099的人 是给这个现金赚了很多 可是不知道该怎么省税 通常define benefit的人都是 医生啊 医生诊所啊 律师啊 对因为他们是professional high income 当然也有一些 那个financial advisor 他们也自己给自己做 因为这样子就可以少交掉 很多很多的税 呀好 李佳音小姐 她成立的佳音理财 是服务快捷为您着想 要省税或者是投资得意 可以说是一定要来找 李佳音所创办的 佳音理财这个公司 来替您做一个 全面的财务规划 看看自己适合怎么样做 因为未来未去 都是在赚钱存钱 节税 能够积累最大的一笔退休金 现在年纪越活越高 是非常容易简单的事情 让自己的钱 不要到自己活的寿命 超过自己的钱的这个实力的时候 哇 这个寿命还在 但是钱已经用完了 想要跟李佳音小姐来做一个预约面谈 当然少不了要她的电话 408-839-8596 408-839-8596 佳音理财公司的办公室的地址 是在3080 Occat Street O-L-C-O-T-T Suite C-R-E-0 在Santa Clara 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前 再度要非常感谢 佳音小姐 在母亲节前的拜五的晚上 做一个自立 并且是自信独立的女性 就是让自己成为越漂亮 越聪明 越幸福的女人的必须的条件 好 谢谢各位听众 听众朋友 非常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周乐 谢谢您 祝周末愉快 同时母亲节愉快 在我们电台的节目 下个礼拜一晚间 七点钟 空中与您见面 在电视的节目 就在明天晚上 有一个小时的 津津乐道的节目 谢谢您 拜拜 上言论纯属嘉宾之意见 不代表矽谷华人电台 财经天地 及主持人的品场 今晚 矽谷华人传播公司 为您制作的节目 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听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